第二 三次 全都要用 你知道老外常常用幾個字喔 Hurse P-U-L-E-S 還有Reason 還有Proof 那大家是常常會把它導補 理不清楚的意思 我們國內用的最多是Reason嘛 節奏嘛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講這個Reason Reason的話 所謂Reason 通常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東西 你就譬如說倫巴 放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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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固定的節奏 We need to know 我們一般這樣講 那這個P-U-S的話 P-U-S的話就是 它其實這種節拍喔 它可以用在任何拍子可以 你可以用在倫巴 倫巴用在恰恰 用在Strug 什麼都可以用到 但是這個 應該怎麼講 P-U-S 就是脈動 其實這個很重要 脈動 脈動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不管你跳 自己拍 它都是有規律的 它這個所謂脈動 你想想看就是心臟跳動 有一定的規律 你看這個跳的時候先搭一下 然後這邊兩個空在裡面 再點一下 再空兩個 再點一下 再空兩個 它都是這個有規律的 這就叫Pulse 有規律的 它不是亂打 亂打就沒味道了 它是有規律的 這叫做Pulse 但這個是最有用的 所以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 這個是什麼牌子 我也講不出來 這個就是Pulse 等於說它是有規律的律動 這樣懂嗎 那Reason的話是可以講得出來的 Reason 比如說 你們常常彈的Tango 恰恰 倫巴 花耳之 對不對 Bassano 啊 那都是有固定的牌子 自己講時代的這樣子 對 可以這樣講 如果界定也不是這麼明顯 但同學大家有了解這種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Reason 大概就是 我們講Reason 就是一般來講 So-so 對不對 常常講嘛 Bassanova Samba 對不對 倫巴 恰恰 這樣就叫Reason 這就可以講 或Style 那這個Pulse的話是它是裡面的 這個Style裡面的這個Reason裡面有一個原理 它不是亂來 它是敲一下這邊有一個兩個點兩個點是有一個律動 這邊是不是都有律動 每一個都有律動 就是它一定是不管你把D5敲到最後它一定是兩個點 你把Bassano調第一個兩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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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把這個拿來兩個點兩個點兩個點這樣這叫做 這不一定的效果 願意就在這邊啊 那些同學不要亂用啊 你一定要有一個用的所謂的地方 那所謂Groove Groove的話就等於說是大家設定好很多人現在很流行Groove小樂團Con Bo 就玩一個Groove 它Bass就是擋那個固定的cke牌機動電 然後一出律動 就好比我們剛剛講那個像Beatles的最後那個 了對不對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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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in p 那就是Groove 這是一段一個和弦裡面就是C B、Jump B、F、C 一直循環 他們就玩 所以說一般的樂團就是 比如說他們要設定一個小小的四個和弦 四小連 然後大家講好和弦進去 然後有一定的Groove 有一定的律動 大家就玩了就可以了 Base有一定的 最重要是Base它那個律動 Groove有一定的能力 就玩得很愉快 所以一直循環 Groove等於說一個Loop 一直在循環這樣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這種觀念 Groove